饿了的话就猜猜 这是什么 闻起来味道很清香 应该是什么树的叶子 狗鼻子 是怀叶 怀叶冷桃 昨日吃了你最爱吃的 今日啊 你尝尝朕最爱吃的 陛下最爱吃怀叶冷桃 那臣怎么以前没见您吃过呀 因为 因为小时候最爱离家出走 有一次被皇兄抓到了 他就问了我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有仁府 有犬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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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呢 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长大以后 我才知道 做任何事情 都要依仗这三件事 那后来呢 后来 阿朕犯了错呀 阿朕就认错了呀 我皇兄 就命人将槐树 砍掉带回了宫 亲手用叶子 给我做了碗面纸 又说了三句话 哪三句 回府 疼府 欢喜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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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识 有意思 你要给你 很容易 你怎么还 通过 你不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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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会 你不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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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认囚子两位傅 那些都不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那什么是重要的 欢喜 欢喜